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很多年轻的朋友常常问我们 升主管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是能不能替老板来分忧解劳 可是所谓分忧解劳 不是说我比别人拼 我比别人努力加班 我比别人更听话 而是你能不能用老板的角度来想事情 要成为这样的人 除了观察老板在意什么以外 对于商业经营 也得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商业的背后通常都有数字 做实体商品的会有销量 会有门市状况 会有满意度调查等等 如果是软体或是内容的 往往也有网站的流量 成交转换等等相关数据 如果能够从其中找出洞见 提供给老板作为商业决策的参考 那这个就是超重要的能力 也能帮你打下管理的基础 可是我也得承认 经营思维有时候很难训练 毕竟这是非常吃惊艳的一件事 因此大人学特别开设了这堂 精英上班主必备的数据解读 还有商业分析力 透过办公室最常见的Excel 从杂乱的数据中 找出有意义的规律 并且汇整成有意义的商业洞见 是想成为高阶经理人 想成为幕僚的你 最值得投入的基本功 欢迎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 看到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你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Brian 姚思豪 今天这集呢 我请了一位来宾 我先卖个官子 我想先跟大家聊聊菜市场这件事情 我自己其实对菜市场一直有一个很浓厚的感情 因为小时候我跟我妈妈最难忘的记忆 就是常常跟着我妈去家里附近的古亭市场 然后那时候传统市场很有人情味 然后我妈妈在买菜 在跟老板聊天 我就在那边玩那些鱼 那些鸡 非常有意思 所以后来我长大之后 只要有机会出国 我通常第一个安排的景点 就是去那个国家的菜市场 比方说我去巴塞隆纳 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都要求在那边接待我的朋友 带我去逛逛菜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菜市场 它是最接近当地人真实生活的一个面貌 然后另外我一个兴趣呢 是我喜欢看纪录片 之前我也讲过 结果呢 之前这个我们家制作人跟我说 公式有一个很棒的节目 是专门是在讲台湾的市场 里面有很多很多第一线的介绍 我觉得这两个刚好都是我的兴趣 我就看了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然后呢 他主要的背后的策划跟主持人是 李明聪老师 然后这节目我一看就看上影了 这两个完全是我最感兴趣的议题 然后就一起一起的看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运气就是这么好 今天我们就约到本人 李明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哈喽老师你好 哈喽大家好 这个李明聪老师 我简单介绍他一下 老师你再帮我补充 我都很害羞人家会介绍 所以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 李老师其实从大学一直到他的博士班 其实念的都是跟人类社会学有关嘛 对不对 他是这个剑桥大学 社会人类学博士 之前也在台大任教 然后呢 他做了很多很多 他专长就是田野调查 文化研究 这些 其实这个他也著作很多 这个有兴趣大家自己去Google他 我就不在那边念稿了 主要是我今天想特别一开始 我想聊聊公事 这个请李明聪老师 这个做了一个节目 叫做我在市场待了一天 我真的强烈推荐各位去看 而且他第一季 得了三座金钟奖 可惜我之前真的没有follow到 幸好我们家制作人跟我讲这个节目 他今年已经要推出第二季 叫做我又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那我想要跟这个李老师聊聊 当初您是这个 在我们看来比较是偏学术 学术界 文化界的人 为什么你会加入这个跟公事合作 这个起薪动力一开始怎么回事 谢谢 谢谢Brian 那我可以先补充一下 就是在我们第二季 3月25号播出的同时 其实现在第一季 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看到 YouTube上就可以看到全部 对第一季 前一阵子 那个当然因为这个 我们其实有卖出了一些授权 那么包括也在民事播出过 所以在当然电视台播出的同时 你不能在YouTube上播 但现在又推出了 所以有一些海外的朋友 或者是其中有几集没有追到的 乃至于甚至想重复看的朋友 现在都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面 太好了 看到第一集 太好了 我再讲一次这个剧集 你要Google一下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真的蛮好看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蛮好看 对 那现在在第二季 即将3月25就要播出了 许多人都会问到 当时为什么会起心动念 来做这个节目 尤其公事一开始找我的契机 还有我们开始合作 乃至于从发想到设定 那么开始执行的过程 那这个话说从头 永远都还是有那么一点意思的原因 是因为你可以感受到这个 大家在思考市场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的这个过程 其实每个人都 或多或少有市场的经验 然后每个人对市场 也有一些很奇妙的 既喜欢 可能又有一点怕怕的 或者有点讨厌 比如说怕脏 怕老鼠 在餐厂附近 房价通常也不会太好 对不对 但是又需要他 又需要他 然后对他也多半有一些 很正面的一些记忆 比如说都会想到 是跟长辈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或者总会有大人带着你去 都会有美食的记忆 都会有不止好吃 还有好玩的印象 但这个总加起来 既然每个人都有经验 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 如果想要做一个市场的节目 所以公共电视一开始找我的时候 其实是以一种希望让 这个市场看起来很离俗 那么看起来太寻常也不过的 这样的一个场所 能够有一种高度 这个高度是可以让我们看到 他很精致的一面 所以他最一开始的节目名字 甚至也不是叫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他一开始的名字叫 史诗般的市场 史诗般 这样你就知道 他原本的起心动念 其实就是要把市场 看起来很稀松平常 但是要做出史诗般的高度 好像也有道理 对不对 很久以前有一个 改变了美食节目的 这样的一种精致感的 对岸的中国的节目叫 舌尖上中国 他就把很乡野的 很庶民的美食 提升到一种仿佛 在做法国料理 很失忆的程度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台湾的市场 用类似的规格 那么美好的一面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起心动念 原本是要这样做 所以公共电视就找了我 当时没有错 你刚刚提的 我就是一个学者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可以扮演的角色 就是当顾问 提供一些田野调查的方法 提供一些关于历史脉络 关于这些市场里面各种 我们可以切入观察的 不管是方法上 或者延伸的阅读上面 让他们找资料 变得比较深度一点 对 结果没想到 我们第一次谈 就谈得非常的愉快 其实另外一位灵魂人物 他多半都在幕后 就是我们的制作人 刘志雄 他都在幕后 所以刚刚我要来现场的时候 我还以为说 他今天要不要一起来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个能不到幕前 他就尽量不要到幕前 这是一个很害羞 但是很认真的制作人 但当时我们就是一拍即合 完全不认识 但是一见如故 然后我们聊到了很多 我们对市场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 在那一次我聊到了 我对在数位化年代 大家其实不太看电视 我反而认为说 电视如果还有意义的话 它其实应该要做到 如同AR VR式的那种 沉浸的感觉 而且是在家庭的客厅里面 每个人很放松 但是进到那个影集里面 它就可以仿佛跟着你 到市场的那种体验感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虽然有一个很有高度 很美的纪录片 当然很好 这也是公式的强项 但我们有没有同时 有办法做到 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种让每个人的体验感 都可以更进来 你这样讲 我有点懂了 因为确实看这部影片 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你们很多运镜 其实真的就是在你后面 好像逛市场那种感觉 没错 它就是大量的 所谓主观的镜头 原来就是 TOV的镜头 因为我不懂电影 我只是看了有这个感觉 现在听你这样一讲 合起来 这就是你们一开始的设定 对 有意思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它其实可能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做 而不是一种非常客观的 然后很精致的而已 那当然这些都有 客观的知识 史料 精致的运镜 这些完全都有 但是我们要加强体验感 所以后来我就建议了说 也许可以改名 那我们再开始换 在这个交换情报 然后讨论到底要怎么改名的过程 这个名字就跳到我的脑海 我就觉得也许可以有一个非常直白的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那在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想象 那个我它意味着什么 它除了是主持人的我 低人称的我 所以你会看到大量的主观镜头 也就是说从我的视角 看出来的市场的样貌 然后我在里面散步 所以那个节奏感步调 还有我听到的声音 甚至因为太精细的 捕捉那个市场的镜头 所以你甚至连市场的其他的感官 嗅觉 味觉 甚至触觉 那种人潮挤在一起 可能有一点湿湿黏黏的感觉 其实都会逃出来 真的 那我就是一个主持 他除了是主持人的我 也是里面每一个市场职人的我 对不对 他们别说待了一整天 他们待了一辈子 甚至还跨了带 想卖猪肉的 我是在里面当小蜜蜂的 对 没错 最后就是每一个在电视机前面 在网路前面 透过荧幕收看的观众的我 所以他其实交汇了这三者 那我穿针引线于这些职人之间 穿针引线于观众的 不只看 他也有各种关于市场的记忆 对 那这些东西 就是透过这个节目把它串起来 而且用了一个独特的格式 叫做一整天 一整天 对 那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因为我们内心有一种看法 就是你知道 不管什么样的市场 他都有一种宇宙运行般的 这样的一种 总是你看起来已经收市结束 但事实上他还是在 可能要做各式各样的准备工作 对 那么市场是一个节点 从产地到最后的餐桌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其实有太多的是 在表面的所谓营业买卖的过程里面 要全部能够兜起来 对 所以我们觉得一整天的框架 意思也就是说 你看起来他就是 比如说真的是24小时 然后让你看到市场的开始 市场的结束 但事实上市场的结束 并不是真的结束 他可能酝酿着同一个时间 开始又有一个准备要运货进来了 对 或者开始呢 这些在做熟食的人 他们在准备食材了 对 所以他总是有一个生生不息的感觉 是 一个循环的过程 没错 所以在这几集你会看到 他的每一集的进入点 可能时间会不一样 有时候是半夜 有时候是下午 有时候是晚上 对 但是他会让你看到 一整天运作的感觉 然后绕了一天以后 你会有一种觉得 结束了吗 他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开始 另外一个开始 对 那这不就是市场 是 或者某种程度 他也隐喻着 这就是人生 人生 对 真的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 你这样一讲 我终于理解 你们当初为什么这样拍 我一下就是看了 觉得很好看 可是我说不上来 好看在哪里 那现在被你这样一讲 我大概可以理解 而且这里面其实 你所谓的我在市场待一天 其实我确实没有想到 这也是在市场里面这些人 他的我 他其实在里面待了一辈子 而且里面其实很多 访谈到一些在市场的人 你们会访问到 他一些人生故事 我很喜欢你们访问的方式 就是你们不会像很多节目 想要撒狗血 你们就事实上 他平平淡淡 他是怎么进到市场的 他在市场做什么 然后他家里有几个小孩 他为什么这么认真工作 还有他们的人生观 我发现很多在菜市场里面 他其实有他自己的人生观 然后平平淡淡 可是我不知道看了 有几段 我真的蛮想落泪的 就是不晓得 就是好真 就是很真实的 就是人生这样子 我想好奇的问说 你们台湾那么多的菜市场 你们不可能每个都去访 你们是怎么挑 当你挑到这个菜市场之后 你们有这么多的人 你们怎么去选择 要访问哪些人 要去拍哪些人的故事 这蛮好奇的 我觉得平常感这件事情 是这整个节目的 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你会发现有一种 好像我就是在逛市场 然后我遇到的人 我就自然的跟他攀谈 然后他不会有固定设定的 问题的格式 乃至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不会特别 好像非常有侵略性的 要去挖人家的什么 对 那我们就这样 好像稀松平常的 就像市场里面 每天都会出现的场景 他就聊开了 那么聊开了 这个过程里面 也像市场里面 稀松平常会出现的场景 就是乍看 只是虚寒问暖 或者甚至只是在买卖的对话 但事实上 我们会说市场有人情味 原因就是因为 在买卖对话 或虚寒问暖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市场之间的互动 会触及一种 我们对人的一种照料的感觉 就我不只在做生意 而且我也在给你一种陪伴感 或者一种支持感 所以这也跟市场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扮演的角色有关 就是你想想看 就是你会去市场 非常认真的采买 对 那这件事情一定多多少少跟 比如说各种仪式性的行为有关 对 对我们要庆祝一些什么 甚至是反过来说 有人如果生病了 我们要特别去市场 买什么来煮给他吃 有人离家很久回来了 妈妈也会买一堆东西 没错 就是仿佛就是真的 有一种饿 就是妈妈怕你饿这样 所以就是一定要 把你喂食到撑 是 所以你知道市场本身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特性 对 所以我们事实上 就是还原那个市场里面 很真的那个感觉 所以你们其实不会特别去设定 这一集这些访谈者要讲到什么 你们就是像一个逛菜市场 我们方式很自然的去 带观众去体验这样 基本上 基本上 但是如果这样讲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有这么简单吗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 对 那就好像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是题目的名字 但我们当然不可能只待了一整天 对 那访谈也不会只是 如各位所看到 想到什么方式 三分钟五分钟 而且很随性 对 那我当然不是 事实上他当然经历了 很多很多的前置的作业 建立信任 然后我们其实跟他们都认识了 是要先认识 他才让你拍吗 对不对 对某种程度 所以你也可以想一想 大家都是素人的话 看到摄影机谁不紧张 但是你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你有觉得里面的人很紧张吗 没有 对 可是为什么有办法做到这样 对 是我蛮好奇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很自然 那为什么有办法很自然 就是我刚刚讲 第一个是他信任 是 然后熟悉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都已经聊过 然后倒也不是按着脚本来 因为即使按着脚本 只会更紧张 对 没有 就是聊天 不断的聊天 是 然后取得信任 你让他知道 我们正要拍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大部分的市场里面的人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你不要问我 对 一定是这样子 我没效 你去问那什么人 不然他们就会觉得 你知道 华人社会是不太喜欢出头这件事 就会觉得说 不要 这有什么好讲的 对 然后或者是对我造成困扰 我这样会不会被嫉妒 或者是说 为什么特别是我 对 那反过来说 他也会觉得说 我们低调一点比较好 这个很难克服 所以 我真的蛮好奇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建立信任 那建立信任就是 你要告诉他们 我们不会强迫 问你不想回答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不会挖人隐私 然后 我们其实就是在 这个很自然的互动里面 事实上 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的 也不是很猎奇的那一面 你也不要觉得 你分享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 好像不足为奇 我们恰巧就是要讲的事 就是说 你看起来很不足为奇 你每天都在做那些事 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 帮他留下记录 其实大家看了以后 会很有感觉 最后一个 我常跟市场里面的 受访者会谈说 如果我们这个节目 跟一般的美食 或行脚节目 就是热热闹闹 然后只是大家去试吃 觉得这很美味 然后或者是 比较奇观化的故事的话 你可能可以拒绝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但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拍出了一种感觉 我总是会跟他们分享说 这个是一种 你会把那个影像留下来 你想要当传家宝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给你的后代看 然后说阿公阿嬷 或者爸爸妈妈 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乍看起来 饭夫走足 三教九流 看起来 好像比起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 走路有风的工作 都来的看起来 比较卑微 或没什么了不起 但没有经过这样的 我们这样的拍摄 跟研究跟访谈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职业 其实非常有尊严的 是真的 而且也有好多好多 我们堪称为职人记忆 或者职人魂 这样的一种 照顾细节到无为不至 乃至于 如果那些细节都没有到位 我们买到的 吃到的 用到的东西 就没有那么好 是 这件事情你要觉得很骄傲 真的 我也好奇就是 所以实际上你们一集 大概真正在访谈上 花了多久时间 这真的就是 你知道 我觉得这应该 很夸张的一个倍数 没错 因为你看第一集 我们其实播完的时间 现在是2021年 我们第一集 其实是在2019年的秋天播完 第一季 2019年的秋天 换句话说 至今已经一年半了 这一年半 没有 我们也没有 就完全没有当一回事 不做第二集 所以整个第二季 拍了八集 花了一年半 第一季也是花了一年多 从筹备到拍摄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平均每一集 从前置作业预防 然后到我们准备要开拍了 再去做拜访 然后到开拍 正式密集的拍摄 大概都要一个礼拜左右 然后拍完以后 开始有些甚至要补拍的 那么最后慢慢进入后制 后制也比想象中的时间 都要来得久 原因是因为 如果大家看这一系列 你就会发现 我们不只在画面是很美 所以难怪得了 金钟奖的摄影奖 就是连音效的处理 甚至每一集的独特的配乐 乃至于为了要让它 我在市场一整天 那个一整天的感觉 是有比较浓缩的 有一种浓缩的感觉 所以它包括摄影机 有很多很多部 它必须要调光 它必须要让每一个画面的画质 都非常的精雕细作 所以这些总加起来 前制作业可能半个月 拍摄两个礼拜 然后后制又花一个月 所以为什么 你看一集平均花了一到两个月 所以总加起来 我们一季 大家你知道八集两个月就看完了 是一下子看完了 对 但是我们要花一年多的时间 不过如你所说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可以珍藏的一部影集 对 我觉得很好看 因为今天的听众 我猜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甚至第一季他都还没看过 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季 老师有没有什么一些访谈的对象 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刚刚Brain有问我说 我们怎么选择市场 对 那跟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台湾的市场这么多 那其实这个一定会涉及一些 我们可能在各种访查的过程里面 其实会有很多遗珠之汉 一定会有 那我们可能会考量它的地域性 再来会讨论它的主题性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它是山 山里面的还是海边的 对 这会不一样 对 它是大城市的 还是小村庄的 也会不一样 它是台湾本岛的 还是外岛的 也会不一样 那我们希望急速就这么小 而且我们要花那么久的时间 所以可能它的重复性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比较把它排除 OK 让每一种特色都尽量有包含到 没错 尽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北市 台北市这么多市场 对 那么精彩的很多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 就只挑了一两个市场 那原因就是这样 绝对不是说 其他的市场 没有这个市场这么好 它绝对不能用好坏来形容 或者热不热闹 或者有不有趣 没有 在我看来每个市场都很有趣 对 但是我可能会优先的考虑 比如说在台北 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首都 它的那个 如同它的卫带一样的那个市场 它有可能是一个批发感很强的 就所有的运转都要在这里来运作 所以我们就选了冰江市场 那冰江市场就成为这不止一季 而是这两季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 因为它跟一般的零售市场不太一样 那它运作的时间非常早 它要处理 在我们都还没睡醒的时候 所有的食材 在这里面完成了基础的买卖 然后它会到各个大大小小的餐厅 甚至到各个其他的市场去做零售 所以它就把一个国家首都里面的 我刚刚讲 如同它一个巨大的卫带 的那个感觉拍了出来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台北也另外拍了南门市场 倒不是我们觉得只有南门市场 历史悠久或者它的美食 除了名的美食 特别值得拍而已 那如果是这样 东门市场也很好 市东市场也很好 台北还有太多 我刚刚讲的 有历史有美食的市场 选南门市场纯粹就只是因为 当时我们正在拍的时候 它经历了它要拆迁掉 然后它要改到中继市场 未来几年后再搬回这个地方 那我们认为一个有历史性的市场的拆迁 就如同日本东京的逐地市场 它要拆迁改建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知道它有多少媒体去做这样的记录 那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 觉得如果我们不去做这样的记录 台北其实已经有很多改建的市场 我们觉得那是非常可惜的 刚好这个moment 非常值得把这个轨迹记录下来 对 所以我们就去记录了南门市场 很有意思 因为南门市场也是我从小会去的 那刚刚聊到 那个有没有什么对象 就是让你这两季拍下来 就特别有感觉 或是记录特别深刻 其实因为我们的采访 它不会只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呈现的而已 所以包括我们采访到的人 就受访者他有很多种层次 从在每一次我们去市场过程里面 其实都会有一些带路人 那他不一定最后会现身 所以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感谢所有 你知道他就是一个 我们在拍的感觉 其实就是跟我们在市场的感觉一样 就是有很多人会很热心 对 然后会有人 你跟他买A他就送你B 对不对 买菜送葱 然后会有摊位 你明明是在这里买鸡肉 但是他还会推荐你说 你去那边买水果 对 这两个加在一起很好吃 你说我没空 或者我不知道哪一摊 他说没关系我帮你打电话跟那个人讲 市场都会这样 对 所以我们在拍片的时候 其实完全也都是这样 他就是个滚雪球 然后就是会有各种人来帮我们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后虽然只呈现了少部分的人 在我们的影像里面被大家看见 但有很多其实帮助我们的人 就是都是让我们非常感谢在心的 那记忆很深刻的 其实坦白说了 就是在每一集里面出现的人 因为他都不会只是实际上 大家看到那个三五分钟 我们的相遇的那个访谈而已 所以其实我们都聊了很多东西 那以至于说实在 每次人家这样问我的时候 我会打从心里面觉得说 不会 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记得每一个人 每一个 每一个人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很幸运也幸福 就是他们所跟我分享的 不管关于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技术 那些美咖 台语说美美咖咖 那么到他们人生 面对各种起伏的智慧 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都学习很大 所以只要出现在我们节目的 几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其实都有 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层面 也就是他不是只是告诉你 他怎么做美食 或者他怎么从事一种传统的工艺 他不会只跟你讲这些 我也不会只是问这些 所以当他涉及一种 我问他 这么长久以来 他做这件事 也许那个工匠艺术 已经快要没落了 但他为什么还是 每天按部就班 台语说叫起工 叫起工 就是你就还是都会去做这件事 他会告诉你说 因为这是个服务业 只要有人还在种田 他没有完全的机器化 他有锄头 他需要打铁 哪怕现在 我们90%的人都不会使用到打铁这个行业 打铁这个行业这么的辛苦 但是只要还有人 使用了那些工具 而需要这样的一种协助 他就觉得他会一直做下去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 我们现在觉得很新的商业服务的概念 但是原来他已经存在那么久了 也许我们称之为客制化 对 也许我们会称之为对事物的某一种专精的 这样的一种琢磨的职人魂 可是事实上这些人都在做这件事 所以对我来讲 他们的每一段这样的故事 都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从我们一路以来 从山边到海边 从不一样的族群 所以我们做了原住民的市场 在花莲 我们做了客家的市场 在竹东 在第二季里面 我们有个桃园的中征市场 它有各式各样 来自于东南亚的新移民 他们绝对不会只是在卖 有独特口味 好吃到不得了的料理而已 或食材 他们如何处理移动的人生经验 处理生命里面 不可抗力的一些悲伤的事情 原住民的智慧 客家人的智慧 新移民的智慧 每一个都让我印象深刻 我看了节目 我觉得 老实说我看了有一点小小惭愧 就是说 你看像我自己 一路从小到大都在城市里长大 然后我做的工作 大部分接触一些上市上规公司 我以前的工作是顾问 然后我好像很自然的 有一种傲慢的感觉 就是说 反正我接触都是一些外商大老板 然后你说菜市场 也很久没去了 我们久而久之 我们的烦恼 其实都会在一些 我们想要赚更多钱 想要获得更高的位阶 对于每天支撑我们 十一处行的人 当然我们没有瞧不起他 可是我们是忽略他的 就是我从来不会去想说 我今天桌上这个便当里面 这些菜到底是什么 还有他们到底有什么好 被我们学习的 对 我看了节目 我才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好像傲慢了很多年 这种傲慢 当然不是我瞧不起他 是说我忽视他们 我懂 完全懂 我觉得看了之后 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 哇 这个才是我们 完整人生的一个全貌 你每天餐桌上 这些东西怎么来 然后小时候 妈妈去菜市场 帮我买的那些衣服 是哪来的 就是这些阿姨 这些阿伯在卖的 然后他们的人生 就是在这个里面 为我们提供这些服务 所以我觉得 这真的是看了觉得 我们简单讲 就拓展认知边界 重新 可是这个认知边界 又不是新的东西 只是重新回头去看 我们既有的人生 原来是这样子 被这些人支撑起来的 我觉得这是这个片子 我最有感觉的地方 所以这个系列节目 一开始 大家的初步的印象 一定会觉得 他市场 那就是美食节目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会觉得说 他当然各地的市场 所以他是行脚节目 对 我的回答很简单 就是 是 他的确有美食节目的水准 因为你看了 一定会流口水 一定会马上想要去吃 好 他也是行脚节目 因为你看了以后 也会对各地的风土 还有 你会萌生一种 我想要去那里看看的 这种移动的 探访的感觉 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 qualify的 合格的行脚节目 但同时之间 他不止这个 我觉得 这个节目 我们努力做到的 就是说 他同时在我看来 他是一个学习性的节目 对 学习别人的人生哲学 学习一种很 你以为习以为常 习烟不察的某一些事物的细节 你重新观看他 然后你想一想 你这场生活 也许很多东西 是可以用这种视角去看他 最后你可以学习 跟你不一样的族群 或人群里面的 他们的生命经验 他们的生命态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 海港靠海的城镇的市场 比如说南方澳 那里面 所有人都是做跟海有关的 你有没有想过 靠海为生这件事情 他们所长出来的 某一种人生智慧 对自我 对宗教 对家人 对上天 海神 赐予我们的 美好的食物 他们的看法 是很不一样的 这些事情 其实对我们非常有启发的 对 就像我们去花莲 原住民的 这些大姐们 对 在一个母系社会 阿美族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母系社会里面 他们怎么看待 自我 人群互动 看待生态 为什么他们 比我们都懂得吃野菜 甚至连野菜的苦 他们都可以吃出里面的甜 对 那这些事情 他不是美食 不是行脚而已 在我看来 他就是一个巨大的学习节目 是 刚刚在节目之前 我跟李明冲老师也聊了一下 我自己刚去美国的时候 我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 在那边读书工作 然后那时候 这个公寓 有水管有问题 就找工匠来修水管 然后后来 我也有认识在那边 隔壁邻居盖房子的 木工 我也跟他聊了一下 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就是像水电工 这个泥水匠 或是搭模板的这些人 在台湾 我不知道大家我们这种感觉 好像就像您刚刚讲的 一般父母 不会希望自己小孩子 去做这样的行业 我们都希望小朋友 去当教授 当工程师 去台积电之类 晚班接下评 对 唯有读书高 以前我们都会这样讲 这个是不对的 可是确实 我现在还是有听到父母说 你看你看 你也要不好好读书 你都考不好 你以后就去做这个 对 我们华人的社会 一直有这个文化 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第一次shock到什么 我发现在美国那些修车的 做模板工人的 做这个水电工的 他们非常的自豪自己的工作 而且你看他们的眼神 然后你跟他聊说 这个水管怎么样 他甚至会教你 他跟你说 这个水管你不能用那个弯的 一定要用这个直的 然后再把它弄弯 因为这个力学怎么样 怎么样不一样 就是你看到他在讲这件事情 跟我的大学教授 跟我讲话 那个眼神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 他懂 他是专家 你相信我 我会帮你做到最好 然后收的钱也很贵 对 然后你知道那个眼神 我很难忘 我就心里想 对啊 这个才对啊 他做这个东西 他有他的专业 而且我们都需要他 他也做得很好 我们凭什么觉得 这个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而且他们有这种自豪 然后日本 日本的匠人 像你刚刚讲 匠人精神 对 匠人精神 职人精神 他们是很自慢的 他像我之前看一个节目 有一个日本很厉害的达人 他的技能是什么 他技能是削那个柴鱼片 然后他可以削到各种厚度 同样的一个袍子 他可以要几mm 他就可以削出来 在我们台湾 你会削这个 这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他们是变成职人 然后重点是那个职人 对自己的那种自豪 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我们华人区 没有做这样工作的人 为什么没有这个自豪 因为他的工作 搞不好比大学教授难度还高 都有可能 对啊 所以我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整个节目看下来 你一定会有很强烈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那种尊严感 还有一种 整个社会之所以 能够构成现在这个样貌 其实有无数这样的人 每天重复的做着 一个你觉得不起眼 但事实上 他把那个东西做到 非常非常的精准 对 那如果对我来讲 我想我应该算是有资格 可以去说文化是什么的人 毕竟我在剑桥大学 念人类学文化就是 人类学最在乎的一件事 就是你研究的主軸 是 文化从来不是只是 我们以为的那种 很精致的 好像听歌剧 或者这个 刀叉要怎么放 对高级的料理的 那个精致面的文化 他当然是 但文化不是只有这样 文化其实是 各种生活方式的总和 对 而且重点是 这些生活方式 是会衍生出一种 我们已经觉得 好像这没有什么 对 但是事实上 他却在细节里面 都能够很到位的 那样的一种专注 所以为什么 台湾人很喜欢说 欧洲 德国 哪里很有文化 日本很有文化 但我们不要忘了 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个 我们刚刚讲那个精致文化而已 事实上 如果他们没有这些工匠达人 在日常生活里面 专注每一个细节 所长出来的 我们觉得他们的东西 就是好的 那个源头 那就不会有那个东西了 所以这个节目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把这个感觉 不断的抓起来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 弯下腰跟蹲下来的人 真的 就是从我还没有成为教授之前 我就是这样 只要我去了 哪怕修一台脚踏车 或者就像你刚刚说的 去水电行买个东西 对 那你就是好奇 你就会弯下腰 那如果人家是蹲着 你也不会站着 所以你就跟着一起蹲下 那就问吧 就看吧 学习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就是当你看着 哇原来是 他这么专注于 那个小小小小的 原来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 对 东西要那么好吃 要那么好用 对 他其实一定是有 我刚刚讲那些原因的 是 那对我来讲 其实 当我回国任教 那在国外 所谓世界第一的大学 然后回国在 在所谓 所谓台湾第一的大学 任教 其实慢慢慢慢 我发现一件事 这也是我 离开台大去北一大之前 我开了一门课 叫做失败者的社会学 失败者的社会学 对那是一个没有学分的课 跟鲁蛇有关的也就 对但是他来六百个人 当时就是也 好吧变成了一个 媒体报道的phenomenon 这样 那很多媒体就问我说 是不是你 你的魅力让那么多人来听课 他即使没有学分 而且竟然是在 我们以为的最高学府 但当时我的回答非常简单 就是我是个社会学家 我不会认为 个人是唯一解释 这个现象的原因 个人的上课的魅力 或者等等 不 我说这里面一定有一种 社会集体的需求跟渴望 尤其对这些 他们一辈子活到现在 都被认为是模范生 是winner 是赢家 未来有可能继续 还要模范下去 继续是赢家的年轻人们来讲 其实他们人生里面的挫折感 还有相应的来讲 他们对于不是非如此不可 而是有别样的选择的可能 这种自由的体验 其实相对来讲没有 或者有 但是充满了挫折 所以其实这门课 还蛮认真的处理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是 因为你看 其实越优秀的人 他心中越有一种冒牌 心理学 他们叫冒牌者症候群 就是大家会想说 我现在是台大 我是Half for B 可是其实我是拼出来 其实我不配跟我同学在一起 我同学还是真正的厉害 之前我们访问心理学家 很多人其实内心是焦虑 焦虑对吧 对 这个心理学家冒牌者症候群 就是我是因为很lucky 才混进去 其实这个就是 像你刚刚讲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有 不那么优秀的自由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 怎么样让自己放松下来 而且有时候挫败了 你反而有反过来去思考 选择这件事情 是有多么有价值 对 然后他也许需要勇气 他也需要智慧 他当然需要一些lucky 对 需要一些好的运气 但是他总加在一起来讲 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有趣 你看那个时间点 就是那个时候 我离开台大以后 准备要去北一大 那在那个转折的过程里面 公共电视找了我来拍这个影集 然后我也刚开完这个失败者社会学的课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一个节目 我们要面对小时候 我很爱去的蔡奇亚 蔡奇亚养了我们家 我爸妈也曾经在短暂的事业失败的过程里面 走投无路的时候 去蔡奇亚卖过乳肉饭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包括我的外公外婆 他们也在蔡奇亚卖童装 所以我好讲的意思是说 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如果我们有一个节目 不只是把市场里面的食衣住行 美味有趣好玩的地方说出来 我们同时也说出这些人 他们的人生故事 而且重点是 那个人生故事有一种 强大的感染力跟启发性 那他其实就可以连接起来了 所以这个节目 其实蛮有趣的是 后来我们发现他 其实跨越国界 在华人世界里面 那尤其现在在网路可以收看了 那在华人世界 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包括这个两岸三地 包括海外的 住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 那他们都不只是 因为里面的东西很好吃而已 对 我自己是看完这个节目 更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 我觉得如果台湾 在类似未来 从您开始 后面如果有更多人前仆后继 我们让这些 我们以前所谓社会基层的 这些职人 真的有这种职人的自豪 有这种匠人的 被肯定的感觉 自信 我觉得这个台湾社会会很不得了 因为这整个社会就是 大家是农工商这样支撑起来 对啊 我真的觉得像美国这些水电工 他可以这么自豪他的工作 日本这个一个捏寿司的师傅 可以这么的自豪 我觉得台湾希望可以赶上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文化的提升 我自己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是会扣连到 现在的我觉得终身学期 然后不断的自学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不会再把学习定位在 你知道老师在学校里面教给你 而且要透过考试来衡量的东西 而是你会回过头来说 我一辈子都在学习 对 而且我可以向任何人学习 同时之间 我也有可能是别人的 在某一个什么样的时刻 我也有可能是老师 是真的 那我觉得这个氛围 在现在这个年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也是你们这个节目的名称 还有你一直在做 对 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是 实际上没有错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之前可能在大纲里面 没有特别谈 可是我真的蛮想问问老师 就老师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是文组的学生 我以为你要问我的爆炸头是真的假的 应该是真的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这个发型 但是这个真的是我去市场 每个人就要拉我一下 有 他就说你是黑人 你是HIPHOP 对 而且每个姐姐阿姨就会来拉一下 说你真正的 去哪一天呢 介绍一下 很有型 不好意思打断你的话 不过这个待会我们一定要合照一张 让大家听众也可以看看老师的发型 我们两个发型正好是相反 真的吗 那我说我等一下拿下来借你 没有啦 你刚刚说 我想问的是 这个这也是想帮我们的听众问的 因为我们听众 这个在台湾这样子 对成功有个标准模范 对 一个社会下 念理工科 念商科 可以去大银行 可以去金元代工厂上班 好像就是人生胜利组 在这种非常单一的这种价值观下 有一群人 他们感觉就是第二名第三名 就是也许我不知道这是符合你所谓失败者的定义 就是念文科的学生 文科的学生呢 一毕业 他第一个问题 他要做什么工作 我念哲学 我念历史 我念人类学 我要做什么工作 好不容易找到薪水又比别人少一点 然后呢 等他们到30岁的时候 我很多学生就是念文科的 他们是处于一种半放期的状态 反正呢 我的人生就是不可能像一般人认为那样功成名就 谁叫我当时不是念理工科 不是念商 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不太对 你看欧美这些国家 真正这些社会上 这个意见领袖 或是甚至政府的一些领导者 他们很多也不一定是学理工学文法上的 而且呢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的朋友当中 尤其是念社会科学的 我反而觉得我周围几个逻辑思维 特别清晰的 是念社会科学的人 而且一个没有逻辑架构的人 他也写不出好文章 可是我们一般认为 逻辑最清楚的就是理工科 其实我认为很多理工科 反而是没有什么逻辑的 好 Anyway 这个我们不批判 我只是想问老师 这一段你可能会自己剪掉 不会不会 我很敢讲 因为我自己是理工科 骂自己没关系 我只是觉得 老师你是一个 一路都是文族上来 而且我感觉你非常热爱你的工作 如果今天你想要对这些年轻小朋友 他一路念文族 他也喜欢念文族 可是他面对了真实的就业市场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挫败 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自己离传统上的成功 似乎很遥远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 大家会有这样集体的焦虑 其实跟 当然这跟历史 所带给我们的那种集体主义式的 或者我们的经济 我们台湾会有今天 其实就是靠代工而来的 而代工其实就是在一个军事戒严体制 同时之间又是一个全球经济的分工底下 你知道所有人都要非常兢兢业业 都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然后你要去扮演一种 人家交付给你什么工作 扮演小螺丝丁 很有效率的把它完成 我觉得那种集体的 然后代工的 然后是扮演好你的角色的这种想法 在大概1990年代 至于21世纪 21世纪 现在我们都过了五分之一了 真的已经改变了 那这个改变呢 虽然我们经常进三步退两步 有时候还会退五步 前现代也不会等后现代来临的社会 它就自然就消失了 正如同世代的沟通 永远都还是要花很大的力气 那我都知道这些现实 但是我必须要先开宗明义的说 时代真的正在不断的前进 那来到了一个更重视个性的差异 来到一个所谓什么是好工作 以及不管务时或者事快一点说 可以赚钱或者可以温饱的 乃至于说 那人生的目的真的就是为了赚钱吗 还有赚钱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目的当然是要拿来花 对 但你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吗 好 那这些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我特别叛逆 就讲的这些话 就是我们的时代也的确来到了一个多元选择 对成功的多元的定义 所以为什么多的是这样的故事 就是他在大公司上班 然后可是他突然30岁40岁 他辞去了工作 他要去当面包甜点师傅 或者他要去移民到偏乡里面 去买一亩田 然后做有机农业 对不对 或者他想要从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每天不断在 积极盈盈于获利的 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 进入到一个NPO或者NGO组织 或者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文化的工作的组织 我们都可以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好 那他重新定义着什么叫做成功 什么叫有趣的人生 对 什么叫做自我 那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讲 我第一个要讲的是 其实趋势已经改变了 我们不能只把眼睛看在 那个没有改变的那一面 而没有看到 其实一直努力在改变的那一面 他明明那么有张力 但是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所以我不想要去承担那个张力 那我就鸵鸟 就继续按原本的方式活就好 可是事实上 如果你已经起心动念 有这个感觉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一点都不要害怕于你的害怕 你反而要觉得 你开始会焦虑这件事情 表示你真的 我们今天讲大人悬 你就真的转大人 意思也就是说 你开始会思考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谁 你想成为谁 而不是 你不是你 你只是一个被编派好的一种角色 去符合别人最成功的定义 然后有一套剧本 然后你就演出它 是 你开始有一点不一样 那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比如说以市场节目来讲 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包括尤其是二代三代 可能一开始他们想要逃离 后来他们又回去接班 或者他们接了班 也不是用传统的方式接班 他们会跟他们的父祖辈沟通 他想要做出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都很有启发 而且非常的动人 那所以事实上我认为 包括这个所谓组别的分类 或者对人的分类 我们应该是走向一个更加多元混种 然后不强调纯粹的那样的一个新的年代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以前性别是分得很清楚了 还会说男组外女组内 但如果你现在还这样讲 坦白说有点太老派了吧 对那事实上也不是如此 那更不用说关于男女的分类 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 如果不管是一个男性拥有阴性气质 或者相对的来讲 女性也不是传统的那种 我们认为母性就限制了她的想法 甚至我们重新来想 什么叫做男子气概 什么叫做阴性气质 我们都在反思这件事情 并且发现越自由的人 其实不在这个框架里 没错 他根本就不照这些标签来 是 所以性别如此 族群也是如此 对不对 那阶级也是 阶级是可以浮动的 对 那更不用说别的各式各样的框架 这框架 比如说文主 理主 或者我们认为感性跟理性 它是对立的 我们觉得什么工作就需要理性 然后好像感性很多 他就不适合那样的工作 可是我们就觉得 好像不是这样 就好比许多人看到我 从事各种创作 他们会初看 会觉得我是一个感性很旺盛的人 对 但如果没有理性的框架 技术方法 只要稍微跟我合作过的人都知道 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对 所以你刚刚讲到文主的逻辑 也许就是这样的来了 是 就是他完全不如想象中的这样 反过来说 即使是理主的 一个很凡事强调逻辑的人 说不定他的感性其实是被压抑的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对 他不敢显露那个部分 其实那是一种可惜 那所以我认为 最后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在新的时代 作为一个自由的人 你必须先有一个mindset 有一个心态就是 你必须先告诉自己 那个过往不断对人 一层又一层的框架这件事情 在现在已经越来越 有可能可以解脱 那虽然他还是很辛苦 但是你准备好了 就是影响一个 能够更加作为一个在 在心灵 在身体 在关系 在你活着的方式 选择的工作上更自由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 所以框架在这个时代 其实是越来越模糊了 可是就像您说的 你自己准备好 当没有框架的时候 你到底自己内心 想要做什么 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有价值 那变成我们自己的功课 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不断的探索 所以现在为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包括即便连中学里面 新的课纲 其实就会非常强调这件事 可是很讽刺的是 强调这件事 但是你反而会发现 教育现场里面 从老师到学生 在家长 竟然会焦虑说 我要怎么样多元学习 然后我要怎么样 把我多元学习的成果 展现给大家看 你知道 他还是在用过去的 还是用过去一个框 对对对 那从这里面出发 然后一直到 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很多人他就会觉得 我进了大学 或者我所谓出了社会 我好像就不用学习了 没有 其实让我告诉各位 就是不管 即使你要非常功利的讲竞争力 也不可能是这样子 对 那更何况 我是当然是不会讲竞争力 这件事 我纯粹是就活着 能不能自由自在 开心快乐这件事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能够一直享受在终身学习的人 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很自由 是 我觉得今天这次聊的蛮开心 我觉得甚至我下次很希望 找林云通老师来聊聊教育 再一次 我们搞不好真的有机会约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对文组 因为我家里都是文科生 就我一个念理工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好多学生 因为大人学开很多课 很多来问我职场焦虑的 很多是文科生 我觉得他们很聪明 也很优秀 甚至有一些 很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可是这个社会 给他们太多的框架 他们爸妈妈就会说 你不要去搞那些 你不要去什么NGO NGO是干嘛 怎么会去什么非盈利 非盈利 那你要 有没有薪水 就是他们虽然自己 知道这些框架要抛开 可是我觉得 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些 我们这些人的 给他们一些鼓励跟帮忙 还有方向 所以我觉得 说不定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多聊聊 我觉得我对文科生的未来 很感兴趣 而且我觉得社会趋势 真的一直在改变 就是比如说 现在所谓企业社会责任 或者消费的逻辑 比如说逐渐 品牌的影响力在降低 但是所谓伦理的消费 就基于一种信念而 做出消费选择 也越来越重要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不管是企业社会责任 或者我们再讲设计 也不是商业性的设计 现在社会设计越来越重要 服务设计 体验设计 你看这件事情 乍看起来都跟 所谓的文科没有关系 可其实全部都有关 所以在我看来 不但不用太过限制的想象 反而应该去想说 你准备好 你只要一直很开放的 好奇的 有探索的 其实世界是非常大的 你其实真的大可不必 把自己活得这么小 真的 而且我常跟文科生讲说 你如果真的喜欢你念的东西 你就应该去努力做做看 因为你们的工作跟理工科 比起来有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你们做的事情 非常难被AI跟机器人取代 真的 因为理工科的东西 大部分是数值 它可以被写成程式 所以其实 人类电脑越来越进步 第一个取代 就是这些知识的工作 文科生处理的是人 人就很复杂 没办法写成公式跟演算法 AI没办法写 很厉害的小说 但AI可以算出 多数人都没有办法算出来的 各式各样的数字 对 没错 所以确实我觉得 如果 虽然我们今天本来是 我们也是东拉西扯 本来聊到这个市场 可是我觉得也呼应到 文科生 我觉得也应该对自己更有自信 你好可爱 你好像在预告下一集 就从市场带入了 另外一个学习的场域 没有 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那个待 当然不是只是单纯的待在那边 那我经常来讲 就是我在市场学了一整天 真的是这样 是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菜市场 聊到人力市场 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好 谢谢医老师 今天聊得很开心 谢谢Bren 也谢谢你来上我们这个大人的small talk 对 谢谢收听的各位 那还是一样 这个我真心推荐 今天这集保证不是业配 我们没有收钱的 我真的是看了这个节目 我把钱全部花在制作上 你没有钱业配了各位 真的是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我看了觉得想推荐给大家 大家有空 现在YouTube上也有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上班很忙 没机会看电视 YouTube上都有这个频道 好 我再讲一次 它的关键词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好 那如果想要看第二季节目的话 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播出的资讯 是今年2021年的3月25号开始 每个礼拜四晚上9点 好 它会在公视的频道 还有公视的线上影音平台 叫做公视plus 好 在这几个地方都会播出第二季最新的内容 那第一季的话 刚李老师有讲 目前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第一季 好 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谢谢各位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希望你继续礼拜一 礼拜四 好 追踪我们的Podcast节目 拜拜 拜拜